好了 跟我的好拍檔 就是住宅中醫師梁秋蓉醫師 今天想說說小孩子的咳嗽問題 梁醫師 你好 你好 我想問問你 你知道我們的小孩子咳嗽 有陰宮珠 聲音挺可憐 那些父母看到了 真的很不忍心 他們一定會想盡方法去處理 其中有兩件事 常常他們都會煲給小孩子 或者給小孩子吃 例如猴早餐 煲鱷魚肉湯 猴早餐 分開兩樣東西 沒錯 一是吃猴早餐 另外就是煲鱷魚湯 對嗎 其實兩樣東西針對咳嗽的表現都有點不同 本身猴早餐是會清熱解毒 潑痰定經 一般針對一些痰熱的咳嗽 痰多咳嗽這一類 喉嚨不舒服喉嚨痛等等 這個可能會對 至於鱷魚肉 其實本身鱷魚肉是補肺和補皮的 它可以止咳定存 所以針對咳嗽又會有少少不同 一些肺虛、脾虛的咳嗽 或者咳嗽了很久 咳嗽的不是太明顯 但有時候咳嗽到會有些痠的情況 所以猴早散、鱷魚肉 或者其實很多時候坊間有很多不同的止咳的食材 方法等等 都要第一件事搞清楚 究竟小朋友是屬於哪類型的咳嗽 而且很多人都喜歡在家裡煮湯水給小孩喝 讓他沒那麼咳嗽 有時候大補一下 這些是合不合數的 咳嗽就不應該補的 咳嗽反而是不應該補的 但是一般傷風感冒的咳嗽 或者我們說新冠病毒之後引致的咳嗽 其實不是真的很嚴重 或者咳嗽了很久的情況 未必一定每個人都需要大補 那家長收到了 希望你可以找回中醫師幫他了解 再去決定小孩應該怎樣處理咳嗽的問題 今天謝謝劉昌議師 謝謝你 不要客氣